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计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037集的播出 我们节目一直都关心我们社会当中的权益 那当然我们每天都在路上行走 我们开车 我们骑车 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产险公司办的保险 就是强制其他责任保险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在告诉各位 强制责任保险很重要 怎么投保 怎么理赔 这些尝试都在你的头脑里面 万一需要用得到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从国内的交通部统计数字来看的话 去年一年我们国人就有41万多人 因为交通事故伤或亡 那其中死亡的人数就高达1819人 受伤的也超过41万人 那我们如果把它除以365天来看的话 每天平均有4个人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 那受伤的就更多了 有1000多人 那我们来算一下我们的强制其他责任保险 现在的保额一个人死亡是200万 所以1819人 当然不会每个人都得到理赔 因为等下我们会请教我们来宾 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理赔 那我们就抓个1000多人好了 那随便以算 一年产险公司为了这个险种 就要帮助我们全国的同胞付出30几亿 来让每个家庭有机会可以重建 那这个就是强制其他责任保险 非常重要的精神 那另外有个很简单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如果看很多保险的立法宗旨 我们很少看到开中民意就说 这个保险是要迅速 要赔的迅速 所以强制其他责任保险有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赔 而且要赔得很快 所以今天我们请教两位专家来告诉各位 万一我们投保强制其他责任保险之后 有需要理赔的时候 DIY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来到节目中两位专家 我旁边是产险公会汽车险委员的主任委员 魏长 张魏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旁边有的是李培小组的赵姐姐 丁荣光 丁赵姐姐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谢谢两位 我想你们除了提供强制险的保障之外 其实也是马不停蹄的 在我们国内各地 包括我们节目或其他节目 在让我们民众更了解这个保险 不过我们既然讲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要很简单让我们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究竟我们推动强制险车责任保险 这样的一个制度 对民众的好处是什么 好 那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开中民意的部分 那就是推行强制险车责任保险 最主要的是让受害人 提供受害人最基本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再来就是迅速的能够获得的补偿 那第二点的话大概就是说 减少造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的争议 来或者是理赔的这种延迟 让受害人来求产无门 那另外一点当然 有投保的造势者 可以减轻他财务上面的负担 那这样子可以借由强制险的理赔 来减少他财务上面的负担 那第四点当然就是 提供社会大众 这种生命的安全 还有维持道路的交通安全 我想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实施的时候立法的宗旨上面 就有写到这几项 那我想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经过这十几年来 我们从实质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这个收货的受害者 已经获得了一些的基本的填补 我想从这个实质面 我想电子机观众 前面的观众朋友都 可能你可能就在很赞同 我说的这样话 你本身就获得这样的保障 我想这是最直接 最有效最实质的影响 通常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都会很心慌 所以我相信我们民众 必须在第一时间就把动作作对 因为后面会发生的理赔 除了强制车险之外 可能还有任意责任保险 还有对对方的追赏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 来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很多人真的是发生车祸中 那个刹那间愣在那里 除了吵架 真的你对我错以外 都不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标准动作 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那车祸发生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无自觉 比如说放拨画仪等 那第一个时间赶快放置 这个故障的标志 然后就是马上拨打 110或119 有人受伤的时候 那必须要拨打110或119的部分 那刹就是在造势的现场的部分 用比较坚硬的东西 石头或者是甚至车上有一些 甚至女儿子的口红 在地上做个记号 车子在哪边 机车在哪边 或人受伤在哪边 那然后假如在没有人死亡的时候 假如只是受伤的话 那就赶快把 不会以不影响交通危险者 可以移到路旁边来 然后就等 陷阱单位 警察单位 110的警察单位 或者119的消防救护单位 把尽速的把受伤的人 自己请委托 或者是委托第三人 赶快把受伤的人来受送医 我想任何一个车祸 这吴志爵放播话一等 我想这个是 先不要吵架 当然 那通常我们也知道说 应该要通知保险公司 对不对 那为什么需要通知保险公司 通知警察就好了不是吗 我想这边再补充一下 放播话一等 我想这个交通大队 还有我们各地 大家民众也 很多现在也都知道了 但是知道了 通常都做不到 那怎么说呢 放 要怎么放 到底要放什么 放警告标志 你的警告标志到底是 在哪里都不知道吗 在哪里 另外呢 大家常会碰到 机车 机车发生交通事故 需不需要放 这个是 所以大家要先回去看看 你的机车里面 有没有警告标志 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通常都会有吗 所以我们在看全台湾的销售机车 包括进口 我都了解了 我们买车的时候都没有看过 警告标志 但是我们的法规规定是要放的 它只要发汽车发生交通事故 你就是要放 那机车 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就属于汽车的范围 所以也要放 这边特别提醒 电视机前面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特别注意 都要放 警告标志 所以要另外自己买吗 是 那这边实物上 可能就会建议了 如果你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提到 你这个安全帽 买这个浅色鲜艳一点的 甚至你可以到汽车大卖场 这个不是推销 你是买一个反光的布条 甚至来把它当 总比没有好 但是它的警告标志 还60公分 它有限制的 你放 没有放到 对 没有放到法规规定 也有问题 那甚至呢 距离也有问题 那这个 我们江中法规里面 规定的很清楚 就是 它分时速限制40公里以下 和40公里以上 时速限制40公里以下 你要放 这个5到30公尺 那超过40公里以上 你要放30到100公尺 那如果高速公路 有另外的这个规范等等 我想这样的 那个交通法规是一个保护他人之法律 那我们民法184条第二项 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 推定其实也有过失 如果你没有这个 按照这样的法律来做的话 推定你就有过失了 那在诉讼上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要有警告标志 而且要会放 而且放的距离要适当 是 那我们通知保险公司做什么 保险公司会帮我们做什么事吗 那接下来就是通知保险公司 那实务上各家现在 这个都会有这个现场处理啊 或是这样 那最主要是通知保险公司 因为我们的汽车条款 公共条款第15条就有规定了 你发生事故的时候 应该要通知保险公司 那在我们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 第34条里面有规定 我们的被保险人或加害人 你也应该要通知这个保险公司 为什么通知保险公司呢 就是因为社会大众 大家不是像我们这样天天在处理啊 我们会告诉大家 应有你的责任和法律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所以这样子呢 会你比较得到这个相当的保障 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科技一直在进步了 像以前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行车记录器啊 那现在几乎大部分的车都有 或者说像手机上APP 很多公司也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所以我们如果在交通事故发生说 现在可不可以直接就用行车记录器上面的东西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证据 或者说给保险公司就好了可以吗 这一个部分 当然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 申请理赔金的时候必备的文件 当然是陷阱单位处理的证明文件 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但是假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比如说行车记录器 保险公司还是要有责任去审核 或者甚至要去做查证 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 所讲的汽车的交通事故 所以假如有行车记录器的这个资料 当然我是个人建议是提供给警方 让他来做参考整个现场的部分 他有看过了 又有行车记录器 所以说刑警单位在做处理的证明文件的时候 这样子是比较更具有效力 另外车祸事故发生的时候 往往都会牵涉到所谓的人民事或刑事的问题 那假如你当初没有报警 陷阱单位来处理 那就拿着这个刑车记录器来当成佐证 那以后上了法庭之后 不管是在民事或刑事上面 在诉讼上可能那种效力 可能就比较不及警方的现场处理的这种效力 所以还是建议警方的 通常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场 会比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要更复杂一些 往往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或者我们这部车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如果牵涉到比较多的车辆的时候 有比较复杂的状况产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休息一会 我们再后来请教两位专家 请教两位专家 变成去追 欢迎回来 我们知道保险很重要 我们每一集节目当中在祈祷的保险 我想我们要讲到像强制切诊保险这样 家家户户都有的险种真的不多 因为投保的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多 就算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汽车没有机车 我们只要是行人 或者我们搭乘别人的车辆 我们都有可能有机会变成 跟强制切诊保险有关系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 不断的要讲强制切诊保险 最主要原因 我们刚刚提到说车祸现场 其实远比我们这里讲的 要来的复杂 所以通常如果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自己撞到什么 那是最简单的 那是我跟别人互撞 人家撞到我 追踪别人一大堆油的没有的状况 通常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跟对照 或者其他车辆沟通 还有我们到底应该要找谁的保险公司投保 那我再问一个很好笑的问题 确实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家公司投保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注意 车祸发生了 当下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常常吵架 那甚至还有打架 这个真的是不要 因为我们都处理过 这个快30年 真的是碰过这样的问题 那比较重要的是提醒大家 那事情发生了 真的是找比较有公信的专家来 那我想比较有公信的专家 就是你的保险公司 他们常常在处理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保险公司都好像会吃你 其实不会 我想这天天在处理 因为我们会撞别人 别人会撞我们 所以通常有别人的保险公司 有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 大家都是会常常在处理 大家都知道相关的法令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找你的保险公司来咨询 那比较重要的是 如果你没有保险公司 其实你也不用太害怕 那我们政府的制度是 是比较完善的 第一个就是各地的警方 他就会有做所谓的 基本的初判 到底谁对谁错 这边我要特别提醒社会大众 也是我学生发生了一个案例 很好玩 我在课堂上常常叫产品 理赔这个食物 结果他骑摩托车出去 就是跟人家撞了 撞了以后 他就是对象车 驶入同一车道 我想这边没有图可以了解 跟我们对象车一个要左转弯 一个要右转弯 那到底谁可以先行呢 通常大家都是错了 都觉得是右转弯可以先行 那我上课特别提醒这个同学 同学也听了 就他真的发生车祸 结果呢 他就告诉这个对方 我跟你讲啊 我们老师上课就有说啊 你不对啊 结果那对方很生气啊 我开车开了30年 怎么你们老师说我不对 当场打电话给我 那个学生跟我讲完以后 把电话说老师那你跟对方讲 他不相信我 我说千万不要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 会扣你的学分 我不是他的老师 他可以不必听我 所以呢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警方的 这个处理会相对比较好 我想这样基本的这个 这个在处理 后续再来谈 我们会比较好处理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 根本忘记了投保哪一家保险公司 有可能 因为比如说父母亲 投保的儿子骑机车出去了 事故发生的时候 根本他不知道 是投保哪一家保险公司 那事故发生的时候 警方一般都会开立一张 叫做事故的当事人登记连单 那请求学人 或事故当事人 可以拿着这一张请求全能的 这个当事人的事故登记连单 到比如说 这个各家保险公司 或者是特补基金 或者是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都可以去查询 你的车子是脱保哪一家保险公司的 那通常我们如果跟人家对撞这样的时候 我是要找我的保险公司 本车以外的就是找对方的保险公司 保险人来请求这个 伤亡的请求 那乘客的话 他两方面是择一啦 两方面的话就都可以去申请 跟自己的坐车的这一台这个保险公司 或者是对方的保险公司 请求这个保险的理赔 那都可以 但是驾驶人一定要找对方的保险公司 那通常我们可能在交车货的处理上面 会花一点时间 那我们如果要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话 有没有规定要多久之内 一定要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 当然 当然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上面是 不管是被保险人 或者是受害人请求全能的话 希望是在五日内 事故的发生后的五日内 向保险公司提出书面的申请 那请求全能就是受害人本人 也被保险人他没有去申请也没关系 就是受害人本人也可以申请 提了一些必备的文件 到这个保险公司来申请保险的理赔 那当然也是希望 规定是在五日内 能够提出书面的申请 那我们通常都知道说车祸发生的时候 经常都会产生医药费用 那医药费用的单据 如果因为我们民众投保 这个医疗险 商业医疗险那么多 一定常常要用到正本 所以那个唯一的正本 我们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这唯一的正本 我们强制险是一个基本保障 那我们就是他的保障 就是在付健保等级的 这个一个医疗的费用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 那就是健保付的 还有你自费的部分 那自费的部分就有医疗单据的收据 那收据可能你会有其他的保险会需要用 那实际上的话 你只要到这个各医疗院所 去跟他申请 与正本相符的 你不能自己去copy 这种是不行 你要自己到医院去申请 虽然他也是copy 当然他会盖医院的章 与正本相符的就可以 因为您刚刚提到这个健保 那我们很多人住进医院里面 很多部分都是健保就会付了 所以如果健保已经付了的 强制车型还可以申请吗 健保已经付完之后 当然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里面 它可以依据第95条 全民健康保险法的第95条 来跟这个保险人 保险公司来做代位的求场 所以全民健康保险 健保的支付完之后 那受害人或请求全人 是不可以再跟保险公司来申请这个理赔 那他能够来申请理赔的项目 大概分成两大项 第一个大项就是 依法规定就是被保险人 受害人自己必须要自付的 所谓的自付额的部分 自己负担了这个自付额的部分 这个是可以向保险人来申请理赔 那第二项就是非全民健康保险 所给付的这种项目 那这个是被保险人受害人自己要付的 比如说伙食费 诊断书的费用 开立收据的费用 或者是病房的查耳的费用 甚至于牙齿断掉 或手脚断掉这种一只一尺 等等这些的装置的费用 那这一些是不是全民健康保险 给付项目可以理赔的 那这一些项目是必须他自己付的时候 那这几种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 这个伤害医疗的部分 是可以来给付的 好 那我们休息会继续 再会来关心强制健康保险 跟你权益有关的部分 等命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换回来 交通事故的太阳 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从新闻事件当中 看到一些 跟交通事故有关的一些不幸的事件 那有一些当然也是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心痛 我想最近最常常被人家提起来的 就是一车子的大学同学 开车到台中去参加婚礼 对不对 那个车子里面一共有七个 七个人 对不对 结果他们 六个人死亡 来不及去参加同学的婚礼 对不对 因为他们整个是翻到 很深的河谷里面去 所以像这种看起来他并没有跟别人碰撞 好像是轮胎的 后胎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事故发生的时候 强制嫌会怎么处理 好 当然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里面 所讲的汽车的交通事故 那是指使用或管理汽车 导致于乘客 或者是车外的第三人的受伤或死亡 那我们把它称为是汽车交通事故 那假如是单一的 这种是属于单一车辆的 汽车交通事故的时候 那驾驶人 因为他不是属于乘客 也不是属于车外的第三人 在单一事故里面 驾驶人是没办法说到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这种 以理赔保障的 那其余的这些乘客 那当然就是属于 强制保险的惩罚范围里面 所以可以获得到这个理赔 所以这驾驶人很伟大 单一事故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开车在所有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 一开始我们有提到 我们强制贤的真的是强制贤的伟大 因为他也不知道 然后车上坐那么多 甚至他有时候会超过 如果是超载的话 也是算人头赔 算人头赔 这边我也特别很感伤 因为那间学校我也曾经读过 都是我的学弟妹 也真的是很感伤 那又这么多人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强制贤 这个车上的乘客 就是直接就可以获得保障 所以扣除驾驶人 扣除驾驶人 就五个人 就是一千万了 是 就一千万 受伤了 受伤的 好 那如果说 我们刚才讲说 如果是超载 那一样是算人头 所以强制贤也不管的 是吗 强制贤的话 这是都不管 就是你到底是 这个几个人坐在上面 我们是按照这个 多少人发生的 就是他是受害者 他就可以来请求 好 那强制贤除了 我们刚刚有讲到医疗 死亡之外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残废 那很多相当事故发生之后 可能有一些受害人就昏迷 那比方说受害人 如果已经昏迷的话 通常我们要怎么认定 或什么时候来认定 他已经符合残废的条件 我想这认定 这个残废的条件 虽然受害人这个昏迷了 但没有关系 因为认定的 绝对不会是受害人 自己本人 这是专业的医师 就是合格的医师 他会来认定 那我们这边也有 我们的强制器责任保险 几副标准 里面这个有规范 它到底属于地级几残 那甚至呢 这个医生呢 现在都是很专业 那他有一般的医院 甚至有教学医院 都是有一些医生 可以来帮他认定的 所以刚刚讲到残废 不是说一个人昏迷 昏迷的三天五天或十天 就认为是残废了 那残废当然有一定的 比如说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那治疗后症状已经稳定了 那即使在治疗的话 也没办法期待说 会有更好的这种状况 那经合格的医师来判断 就是永久不能复原的这种状态 我们才称为叫做残废 那残废的部分 就像刚刚的车祸事故 昏迷了三天五天十天 也许是一个短暂的 那当然不一定说是一定要到半年或一年 那这个刚刚我们丁赵先生所讲的 那这个各项的残废的等级 障害的项目 那或者是可以开立残废等级 这种诊断书的有一定的医院的层级 或者是合格的这种医师的规定 所以依照这种残废等级的 这个几户标准的时候 看符合哪一项 那保险公司 我们就会来做这方面的残废的几户 在强制险 或者是内政保险的理赔里面 比较容易会有争议的是哪一项 除了医疗残废 医疗残废死亡 死亡应该比较没有争议 理赔争议比较没有 死亡跟医疗应该比较没有 相对比较没有 比较有争议是残废吗 最多的是残废 就认定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我从这边到提供大家一个观念 真的我们是就是强制显示一个基本的保障 大家要珍惜这个资源 那常常就是我们常常也跟这个 评议中心的医生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很有经验的医生 常常跟他们交换意见 然后常常看病例 那我真的是问这医生 这个请问一下这个医生 这个做了一辈子 这三四十年 你觉得这个受害者到底是不是残废 他就告诉我 这个丁兄 他不能动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能动 真的不能动 真的不能动 另外一种是不想动 但是医生都有他的专业 他会去认定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他还是有办法去认定 好 那残废认定上比较有纠纷 我想就给了有一个族群的人机会 就是我们常常来讲的黄牛 在讨论黄牛之前 我想我在回到刚刚我们骑到那个车祸 七个人在车上的一个车祸 两位有没有遇到过一种状况 就是说真的没有办法分辨 事故发生当时开车的人到底是谁 因为这影响太大了 因为那个人就是零 如果他就是驾驶人的话就是零 以这个车来讲 他是整部车这样子闪掉了 那不会有一个人活着 确实有发生过这种例子 这个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例子 就是骑机车 骑机车的时候 在后面载着一个乘客 不晓得是哪一个人骑的机车 那就是摔到桥里面 两个人都死亡了 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变成说 骑士 就是骑的人是没办法做理赔的 没办法获得这个理赔 乘客是可以的 但是在没办法做到 没办法举证 包括陷阱机关也没办法去佐证说 哪一个人是驾驶人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有一种叫做暂时给付的部分 就是一个人就是各赔一半 因为死亡的时候一个人是赔200万 那一个人就是先赔100万 等到可以鉴定出来的时候 那另外100万再赔过去 另外100万这个再把它追藏回来 后来你没有鉴定出来吗 还是没办法 所以说一个人就赔100万这样子来处理掉 还是要做暂时性的理赔 这种事故真的尤其在机车常常发生 像这样的事故 那所以就是有监视录影器 还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就是最好用 就是用在这个 如果对方就可以照到到底是谁 那过去也有案例 甚至这个检察官和法院判决同为驾驶 我有碰到这样的案例 那同为驾驶 那摩托车同为驾驶的话 到底一个人是左边左手骑还是右手骑 那不知道要给谁 所以我们强制保险这个就很好 就是有战先给付 就迅速符合我们的第一条的立法 迅速就给他 这基本的一人一半这样的经验 那经过我们刚刚讨论呢 各位大家已经可以了解 强制承认保险的整个的精神就是很宽松 也不管谁对谁错 也不管有没有超债 反正就是为了要给大家车祸受害人 都能够很快的拥有基本保障 所以既然是很快 到底有多快呢 那既然很快 我们还需要透过别人来帮忙吗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请下两位专家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换回来 讲到保险的理赔 我们大部分民众都是还没有开始进行 就先害怕了 就会觉得说保险公司应该设很多的路障 要准备很多东西 或者一直听到但是这样 所以不可以等等之类 但是其实没有 不要讲说强制承认保险 一般保险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 也没有那么多负面 可是强制承认保险 特别因为我们立法就是要快 所以所有整套的配套措施都是快 那究竟有多快 这个部分在各家保险公司 应该都是非常尽力的 在使这个理赔的速度能够加快 那当然这个部分在被受害人 或者请求权能将文件备齐之后 在十个工作天之内 保险公司就是要把理赔金挤付出去 那多快的话 那当然就看各家保险公司 有一些的作业系统 系统上面的电脑系统方面 作业方面 我想快的话 当然就是各家保险公司而定 但是有一个规定就是 十个工作天之内 保险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理赔金 挤付出去 十个工作天是极限 对极限不能超过 那一般的我们任意显示 是规范的话是15天 那我们强制承认要快 至少要比它再快5天 那实际上这是不能超过 如果超过了你还付利息 年利息一分 所以通常保险公司真的是都比较快 好 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奇怪 因为有时候我在医院里面 也会看到有那种在招揽 要帮人家申请 强制险和相关的保险的 特别是残废给付那一块的理赔的 想要帮助人家的人 专业什么之类的 那我不晓得说 这一类型的人 但我们是讲说是黄牛 那他们本身一定不会承认他是黄牛 那他们打的广告都蛮吸引人的 比如说有法律的背景 保险理赔的专业等等 可以帮民众争取到多少的权益等等 那我们就姑且就称为黄牛 他们都看到一定是不高兴 不过我们还是大家都认识 不是认识 就是大家都通证 是这样 是通证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 透过保险黄牛去申请这个 会不会快一点 或者说对背保险来讲 会有什么损失 受害人来讲 有什么坏处吗 我想这个 如果你透过保险黄牛的话 当然黄牛不会平白无故的帮你 所以通常我们 实际上就是这样 他要帮你之前请 你要签一个合约书 甚至我们过去碰到案例 他还要你开户头 而且那户头是在他那里 因为我们强制显得就是 就是规范的很严谨 就是一定要入到这个 应该入的人的户头 比如说你这个是伤害医疗的话 你就是要受害人本人的户头 如果是这个死亡 就是我们规范的户头 一定要入进去 不能随便的 除非有特殊原因 所以这样的黄牛 实际上不要讲说 我自己到医院去 常常就接收到人家发的传单 上面写的真的是文情并茂 他服务很好 甚至还有透过美貌的小姐 男生都会看 差一点想要自产让他有机会服务 但是都会吸引人 这个就是他广告行销的很好 他在这边发 然后告诉你我的服务很好 你看看我的外貌长相 就是服务很好的样子 都这样来吸引你 实际上我再一次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宣导 我们所有的强制选 你来到保险公司办理 他都有一张简易的表格 你只要有我们就帮你打勾 就告诉你剩下这些 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拿了这个来了 文件齐备 10天之内 一定要给你甚至保险公司 有的非常的快 所以完全不需要透过黄牛 这个部分 那委托给这种黄牛代办的话 除了必须要支付高额的 这种代办费用之外 那这些代办的人 常常会甚至于去伪造一些 这种诊断书 或伪造一些这种残废的诊断证明 甚至于跟不孝的这种医生 开立这种不实的这种症状 来申请这种残废等级 那这样子的话 假如是因为这样子获得到理赔 那受害人或者是他家属 万一这个事情是被检调机关 查而出来的时候 那可能会背上 诈领保险金的这种罪名 所以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这些到保险公司来 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 就会跟你讲说需要哪些项目 那依照这些项目把它补齐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在这里建议说 就像我们所讲的申请理赔就自己DIY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保险公司会不会看那个来申请的人 跟受害人的关系 需要确定这个关系才接受理赔的申请吗 因为我希望去办有一些文件或者是程序 都要确认说你是谁 你跟他什么关系 所以在保险公司有没有这个动作 刚刚我们丁昭林所讲的 代办的人他来代办 我们不能讲说你要请他自己来办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面熟 当然会有可能因为来谈的对谈当中 就应该知道这个是都是 就像刚刚讲的专业的代办 代办 类似好听一点叫受害人 交通事故受害人关怀协会的某某人 所以说我们在给付的对象里面 都有做了一些严格的规定 就是刚刚受伤的部分一定是录到 受伤那个人本人的账户 死亡的时候就是要他的请求全能的顺畏 依照到请求全能的顺畏 去录到他的账户里面去 所以即使有人来代办 保险公司也不能去拒绝 实际上这边还是真的要提醒他 我们碰过太多的案例 因为常常就是好像觉得保险公司不能申请 或是你碰到这个我帮你申请更高 就是刚才这个主委这边讲到了 就会你往往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什么 刑事犯 你第一个呢会伪造文书 那甚至来还就诈领保险金 那你都变成是共犯 那你请一个这个保险的变成有刑事责任 那刑事责任大家一般不是读法律系的 很简单的观念但是要被关的 这大家要特别注意 千万千万就是直接到保险公司去申请 如果有问题 每一家保险公司都会有他的客服中心来协助你 好 那我们交通事故跟对方和解之后 因为会牵涉到赔偿金额 那我会看过有的人很坚持说 强制车险跟你没关系 那个是保险公司赔的或政府办的等等 不认为是加害人应该 就不能扣除了 应该这么讲 所以到底强制车险保险的理赔金 在和解金额里面可不可以算成是 那个加害人付的部分 或者我们和解书应该要怎么样写是最有利的 那我想这个要和解 要谈和解就是大家双方欢迎干完 都说可以 那但我这边先说明 就是我们强制车责任保险的给付的保险金 就是根据强保法第32条讲得很清楚 它是作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金的一部分 那这边提醒就是要和解的话 我要再引用民法736条 什么叫和解 双方为了解决分争 消灵分争互退一步 真的车祸发生 我想都除非故意 我有碰过那种 情杀故意 除非那种 要不然大家都不想发生 大家都互退一步 海阔天空 不要太坚持 这样比较容易和解 是 但是它确实是应该算在 是 是应该算在 平常金额的一部分 是 好 那另外可能有问题的是说 因为我们 如果是医疗费用的话 里面有含挂一个看护费用 那很多人是回家照顾 或者说我在医院的时候 可能是老公照顾 妈妈照顾 这个算是可以申请 那个看护费用的换算为 那当然在医院里面的看护 病情需要看护的话 这个一般住院的话 这个是算看护 那回家之后的居家看护 那这个就必须要有 合格医师所开立的 有它的必要性的时候 那才可以给付这个居家看护 那当然这个也有上限 一天就是1200块 那最高30天 30天 对 有这个方面的规定 那另外一个车祸 有很特殊的 大家可能有发生过 大大小车祸都有经验 很多伤害不是那个 当下就知道的 对不对 有的人说过了好几年 就是我这个手这样子 我都是那个三年前五年前 什么起车撞到什么什么的 所以如果是交通事故发生 之后过了几年 我们才说 关节哪里受伤了 或者怎样 是几年前的车祸造成 这个还可以回头去 申请理赔吗 我想这都是因果关系 不管是不是交通事故 一般的事故 你在请求的话 都是要去举证 最重要就是要举证 那你怎么举证说 我这是跟车祸相关 如果有这样的话 到医院去 这个是跟车祸相关 那医生这边也来看 这也都跟 是跟车祸相关 这个都可以是来请求 是没有问题 有没有规定说多久几年 我们强制险他还是有 20年可以吗 我们强制险他还是有规定 就是这个两年的请求权 我们是依两年的请求权为依据 是 好 那当我们讲了很多 强制险的问题 可能你心中有个疑问 如果说车祸发生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撞到 你的那个人是谁 那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你应该找谁呢 我们休息会 再回来 等命多奇妙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两位专家 一直强调 强制险人保险的理赔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的 保险公司在认定上 或者在服务上面 也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所以把你的问题 交给你的保险公司 那你自己申请理赔 我想这样的问题 就会简单很多 好 那我们留下一个尾巴 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车祸 我们真的都可以 找得到那个造势者 我们在新闻当中 也会看到 真的有人造受逃逸 那倒霉一点的 还碰到那种 他没有投保的 或者过期 没有去续保的 好 所以假设我们遇到 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又没有什么 我如果是受害者 我有什么救济之道 这个在强泡完立法的时候 就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特别成立了一个叫做 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那有几种状况 找不到 比如说第一种状况 事故汽车是 不知道是 就是肇事逃逸的 事故汽车肇事逃逸的 第二种状况的话 就是事故汽车没有投保 第三种状况就是事故汽车 是没有经过被保险或同意使用 然后开出去造势的 那第四种状况 有一些的汽车 是不需要投保的 比如说农机车 拼装车这一种的 是不需要投保的汽车的时候 那这四种状况 万一发生了汽车的交通事故 那导致于受害人的时候 那受害人可以检据一些 检据这个申请 同样的跟检据受伤的一些的资料 或死亡的必备的资料 向特别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 那特别补偿基金 在哪里 对对对我们要找谁 我想特别补偿基金 我们业界大家都知道 但是社会大众大家都不知道 那你放心 我们这边要帮 这个江东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打一下广告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单位 因为你只要 这个有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 都有跟我们江东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都是有这个签合约 都可以这个来办理 所以你只要看了 哪一家保险公司离你最近 最方便 你觉得它服务最好 你就快点去那边 都可以去申请 所以你看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非常的简便 那去申请的话 那个能够得到保障 跟一般的强制责任保险是完全一样的 可是这样子对那些造势者 会不会太便宜他们的 为什么他不投保 结果 我们会去代位求偿 玩那个我们就会去跟他代位求偿 除非那个造势逃逸跑掉 找不到的那种 其他那个我们都会去跟他代位求偿 所以不会犯过他就对了 是还是公平的 公平的 那我们对车辆的定义 我们在讲就是汽车系车 都很清楚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一些车辆 比方说刚刚主委提到 像拼装车 我们遇到民众真的不知道什么车 需要投保什么车 不用投保 因为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辨识方法 我远远就可以闪开他的那种 他是依法可以不用投保 是什么车辆 当然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里面 所讲的汽车 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 躲在路上的这种四轮的 才叫做汽车而已 刚刚一些的 电动车 算不算 但是电动车的话 医护医疗用的这种电动车 电动的代步车是不算的 不算是不用投保 不算 他不算在汽车的范围 所以就不用投保 医疗用的也没有保障 他也没有保障 对这种种的也没有保障 不能像强特补区 也不能像特补区 医疗用的这种电动代步车 是不属于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所讲的汽车 另外的电动的自行车 或者自行车 这些都不算 基本上就是 因为他我们主管机关 就是有发了一个公告 什么是属于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的保障范围 然后什么是属于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 这个鹰投保的 有发了一个公告 实际上身为大众也没有办法知道 我觉得最简便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就是规范你说要去领牌 哪怕你没有领大牌的 或者是你要领牌 你去把它缴消的 你跑到路上 你通通都是要投保 甚至你是领一个军用牌 或者是领那个临时牌照 你通通是要去投保 那什么车是有保障 很简单 在路上跑的 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假踏车 它就是有规范 它有没有领牌 没有领牌 就不需要 那个医疗电动车有没有领牌 那个没有 那也没有在保障 只有一种叫做什么 这个农用车 或者是那个营建机具 这种跑到路上 那个大吊车 这种 这种是这个 有的没有领牌的 当然小三猫跑到路上 但是它有保障 这个比较简单的 有保障是什么意思 它有保障就是 不需要投保 但是我们可以向特补求 我们可以去申请强制险 所以这很重要 什么车我们要闪它远一点 这个很重要 假踏车 所以常常这个 如果有特补是OK 但是连特补都没有的话 我们真的有经验 真的碰到假踏车 要远一点 像U-Bi它没有保险 真的假踏车和摩托车 撞在一起 我们的经验是 是摩托车都比较严重 因为摩托车速度比较快 常常假车违规 其实都是机车的受害 这个比较严重 另外像之前 附近航空冲下来 被飞机撞到的 被火车撞到的 那个可以向谁去求赏吗 基本上天下没有新鲜事 大家有印象中 有听过大原空难 大原空难 其实当时就有撞到 这个一台计程车 基本上这叫大原空难 这不叫做汽车交通事故 从这边就很清楚了 可以去了解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实物上还会有碰到很多 它是真的在 这个车使用和管理 在车路上行驶的话 还有不同的标准认定 我们基本上会重宽 火车呢 跟火车碰撞也是算单一事故 单一事故 火车不是属于 汽车车辆里面的一种 它是根据铁路法 不一样 比较 比方说在高速公路上 比较常发生的是 我并没有跟前面的车子接触 可是可能是前面车子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害我去撞到路边的护栏 这种的 这算一车两车 这种有因果关系 可能就会算到两车了 所以还是要认定 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有认定 您刚刚在中间的时候 有提到说 有时候车祸发生 您甚至看过有人打架 对不对 那如果车祸发生打架 有因果关系 对不对 然后受伤 也是有因果关系 然后住院 那这样 车子先赔 所以法律上 这个就是分两段 前面 不车祸就不会打架 不打架就不会受伤 是有因果关系 但是我们加上汽车责任保险 第13条讲的 汽车交通事故 不是车上的车 因为使用和管理车子 是 它发生了 直接发生了才有 那后面衍生出来的打架 就没有办法 提醒大家 打架就有刑事责任 这个要特别注意 伤害罪 这个要六个 不只是医疗没得陪 六个月 六个月的刑事 要特别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